第一堂课 老师就让学生们把书给撕了 大家都以为老师在开玩笑 而老师一脸严肃 一个学生大着胆子 把书撕下来一页 不久 其他学生纷纷效仿 教室里顿时充满了撕书的声音 这是一位新的语文老师 这是一所著名的私立高中 达官显贵们把孩子送过来 唯一的目标就是考上名牌大学 换句话说 学生们将在这里完成父母的愿望 而不是成就他们自己的人生 而这位老师的出现 会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 他的名字是丁哥 和其他老师非常不一样 有些老师强迫学生 一遍又一遍地读那些无聊的单词 有的老师则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用学分来威胁学生 而丁哥有些特殊 他并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位老师 而是让学生们称呼他为老大 讲课时还蹲在学生中间 和他们共同探讨 人的一生该怎样度过 这堂课一开始 他就站在了讲桌上 学生们一脸惊讶 他告诉学生 你们要学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世界 接着他让学生轮流站上来 感受讲台上不一样的角度 丁哥不是在搞怪 而是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学生 课堂不应该是死板的 而是要以不同的角度去 发现真理 当讲到诗歌草业及时 他会带着学生来到草地上 听着激昂的音乐 让学生们一边高喊着诗句 一边踢足球 感受诗歌的力量 当讲到要坚持自我 不要随波逐流时 他让学生在院子里 用自己的节奏走路 感受自己的与众不同 这样自由的教学方式 学生们很受启发 他们也对这位老师充满了好奇 于是便从图书馆 找来老师的资料 他们了解到 丁哥高中时 也曾就读于这所学校 曾是足球队队长 和校刊的副总编 最令他们好奇的是 这位老师在校期间 创立过一个神秘的社团组织 名叫死亡师舍 这样奇怪的名字 引起了学生们的兴趣 他们找到丁哥 问他 什么是死亡师舍 他解释说 在严格的校规 和极具压迫性的学校氛围中 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经常跑到校外的山洞中 举行聚会 轮流朗诵诗歌 感受思想的碰撞 释放内心的压力 老师激动地描绘着 聚会时的场景 这让学生们心生向往 于是以尼尔为首的几个人 打算重新组建死亡师舍 他们在晚上偷偷溜出宿舍 按照之前商讨过的路线 穿过漆黑的森林 终于找到了老师口中的那个山洞 他们走进山洞 围坐一团 刚开始 他们只是觉得这样很有意思 一起吃零食 讲鬼故事 但当他们大声朗读诗句时 似乎真的感受到了诗歌带来的激情澎湃 课堂上 丁哥让学生们上台朗读自己写的诗歌 这让内向的小安感到十分不安 在生活中 他害怕一切新鲜事物 常常捏手捏脚 没手成规 他害怕在新事物上出错 因为一旦出错 父母就会骂他 他也担心诗歌写得不尽人意 在创作的时候 他写了一段 感觉不满意 就又撕掉 但这样禁锢的思想 怎么能写好诗歌呢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老师就偏偏选中了他 小安同学正在课堂上不安 而下一秒 老师就刚好点到了他的名字 老师让他朗诵自己写的诗歌 小安觉得自己写得太差 害怕别人笑话 就撒谎说自己没写 老师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 非但没有责备他 还满怀耐心地引导他 让他现场作诗 先是让他解放天性 来吧 表演一个野性的咆哮 小安十分羞涩 你是老鼠叫吗 大声点 天呐 要叫得像个男人 这就对了 在老师的不断刺激之下 他终于突破了自我 接下来 老师又帮他即兴创作 在一番寻寻善诱的心理暗示 和开解之后 小安说出了内心深处 真实的感受 如此精彩的诗句 立刻引起了台下热烈的掌声 在老师的帮助下 小安终于克服了多年的心理障碍 重拾自信 而更多的学生正在渐渐被影响 有些学生曲解了老师的意思 就比如查理 他对学校不收女学生的制度很不满意 便以死亡失射的名义 在校报上刊登了一篇 要求招收女学生的文章 看到文章后 校长十分生气 他怀疑是丁哥把学生带坏的 便找到他 要求他回归传统的教学方法 可丁哥认为 教育的根本在于 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 目前传统的教育方法 只能禁锢学生们的思维 校长却在愤怒中说了实话 在他们眼里 学生只是考学的机器 丁哥找到查理 告诉他 勇敢并不代表鲁莽 如果冒着被开除的危险 做这些事情 这一点也不明智 查理终于接受了批评 学会了在人生中 需要做出适当的妥协 还有一位名叫尼尔的同学 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演员 一直对舞台表演 有着强烈的兴趣 于是 尼尔鼓足勇气 去参加了剧组的世纪 没想到 竟直接被选中饰演男一号 尼尔起初非常兴奋 可以想到 对自己极其严格的父亲 他就高兴不起来了 因为要去演出 需要一份父亲的同意声明书 但以父亲的性格 一定不会答应 为了继续自己的梦想 尼尔只能模仿父亲的语气 伪造了信件 这天尼尔排练结束回来 却发现 父亲早已在宿舍等他 父亲对他私自参加演出的事情 十分不满 让他马上退出剧组 不准他参加第二天的演出 尽管尼尔不断向父亲解释 参加演出并不会耽误自己的学习 但父亲还是不同意 面对严肃的父亲 尼尔不敢反抗 也不敢对他说出 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 只好找到丁哥请教 丁哥告诉他 如果想要继续自己的梦想 就跟父亲好好聊聊 让他明白 什么才是自己所热爱的 第二天 丁哥和同学们都来给尼尔捧场 精湛的演技 引得全场鼓掌欢呼 尼尔享受着表演带来的快乐 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可演出刚一结束 怒气冲冲的父亲就把他带回了家 父亲决定把他送到军校去 软弱的母亲也无能为力 尼尔站起来尝试向父亲表达自己的想法 但父亲的质问直接堵住了尼尔想要说出口的话 看着固执的父亲 尼尔突然明白 无论他怎么表达 怎么表现自己的诚意 都不可能改变父亲的想法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 让父亲后悔终生的决定 夜晚他一个人在窗边站了很久 仿佛在与这个世界道别 之后 他悄悄走进父亲的书房 拉开父亲的抽屉 拿出一把用不包裹的手枪 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父亲听到声音慌忙下楼 看到眼前的一幕 他和母亲都彻底崩溃了 尼尔热爱表演 而父亲却一心想让他当医生 他受不了家庭的压力 选择了以死亡的方式解脱 很明显这种方式是不对的 但我们也不得不去反思 父母将自己的意愿强行 夹在孩子身上 就是对的吗 孩子不是父母的续集 父母也不是孩子的前传 尼尔去世的噩耗传到了学校 同学们悲痛欲绝 丁哥来到尼尔生前的座位上 在桌子里找到了那本赠送给他的诗集 他颤抖着翻开书页 看到自己曾为他们写下的诗句 终于控制不住而崩溃大哭 校长开始彻查此事 父亲将尼尔的死亡怪罪到了学校 此时学校需要一个替罪羊来挽回生育 他们叫来学生挨个找他们谈话 其中一名同学为了保全自己 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丁哥身上 他认为是丁哥给他们灌输的自由思想 才导致了尼尔的死亡 而同学们都责怪他的行为 背叛了死亡失授 背叛了敬爱的老师丁哥 接着学校又叫来了学生家长 以开除学生为威胁 要求他们在丁哥的辞退生命上签字 在学校和父母的压力之下 学生们只好妥协 就这样学校辞退了丁哥 剩下的课程由校长亲自教授 他的骨板让学生们都很难受 正在这时 丁哥突然回教室收拾东西 小安的目光一直跟随着丁哥 眼神中充满愧疚 当丁哥收拾好东西 将要走出教室时 小安再也忍不住站了起来 校长气急败坏地让他坐下 丁哥不舍地转头离开 这时身后传来了熟悉的呼唤 一个又一个的学生站上了课桌 深情地看着他们的老大 学生们无法忘记 就在自己被当成考试工具的时候 有一位老师用自己的方法 告诉了他们人生的意义 告诉了他们要学会独立思考 丁哥眼中满含泪水 看着学生们坚定的面容 他欣慰地笑了 在这里 他已经没有什么遗憾 因为孩子们已经意识到了 自由和反抗压迫的意义 有人说 这部电影似乎在告诉我们 反抗是没有意义的 只能向现实屈服 其实 每一次重要的思想革命 注定伴随着很多阻碍 在学校里面 分数和等级当然重要 但是在追求这些东西的同时 不能扼杀年轻人的梦想 因为只有积极认真的追寻梦想 他们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 这部电影还有一个名字 叫做春风话语 在当代充满觉醒文化 和讲究政治正确的社会中 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 教师是一份需要良知的工作 你可以尽力完成教学目标 但不应该把学生当作工具 你可以尊重学生的性取向 但不应该告诉学生人 是没有性别的 逼迫他们过早地选择自己 是男是女 你可以关怀学生的学习障碍 但不应该鼓励他们交白卷 最后我在这里 祝愿每个当老师的人 要当得起春风话语的重任 不仅要用自己的知识 滋润每一个学生的生命 更要把善良和对社会公益的追寻 深深植入学生们的灵魂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